這個MID的部分 剛剛有沒有看到這個MID 當然你想說取前... 開頭就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開頭 那就是用MID的函數 因為這邊有要求用MID 所以你就找到文字類裡面的MID的函數 然後從這個開頭都要1 取四個字就輸入4就可以了 但是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應該是0551 而且是一創文... 不是數字哦 因為如果是數字沒有0開頭的 但是因為我0要開頭要顯示出來的 當你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他得到的結果 居然會是一個公式 但如果你假設你得到的結果會是公式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這一個 就是他預設的格式不是通用格式 就是說他不是原始而是文字 所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請你直接在這個儲存格上方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找到有一個叫儲存格格式的這個選項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就是這個按滑鼠右鍵 右鍵儲存格式有沒有 然後你只要怎麼樣 看一下它的格式被改動為文字 那很簡單你只要把它改回通用 它原始的狀態就是通用格式 你要按確定 但是你說老師按確定結果不理你 其實沒有不理你 你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他執行一下 那怎麼執行 很簡單 儲標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把它打個勾就可以了 打個勾就是讓他run一下的意思 OK run一下 有沒有發現 0551應該OK 底下的話當然你可以改 從第八個字取五個字 這個如果不一樣沒關係 你就把它填滿之後 再到這個公式裡面有沒有 這個去改它的數字比較好了 這個是8嘛 所以你就改個8 這個改個5啦 因為它的參數 第二個是第幾個字嘛 第八個字 取幾個字取五 改完的話打勾 這樣應該比較快 這個的話是從第三個字取五個字 所以這邊點一下公式 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 找到輸入3 第三個字取兩個字 這樣應該OK 打個勾 這樣OK啦 好 所以這個部分喔 很簡單 記得就按右鍵 出生格式 先改回通用之後 按確定之後 記得喔 這邊要打勾喔 打勾之後 它就walk 那就會恢復正常 那當然啦 以後如果你剛好要把它 變成公式很簡單 你如果要變公式喔 就是按右鍵之後 把它改成文字啦 只要你是先變文字有沒有 那你在輸入公式 它就會用公式呈現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剛剛 很快的把它做完 然後這個剛剛有提到用twin 可是twin對於英文OK 對中文不OK 所以中文如果不OK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別的函數了 那有沒有哪個函數可以取代 你可以查一下twin 或是查一下google也可以啦 其實我自己查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函數叫做subtitut 它就是在這個 S開頭的 subtitut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有點像replace 不過replace也有可以做出類似 但是我覺得replace更複雜 反而沒有subtitut簡單 它是說將自竄的部分自竄 以新自竄取代 那就是把哪個字取代成哪個字的意思 然後按確定 那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那old text就是你要取代 那理論上是空白 把空白變成沒有 空白變沒有特別注意喔 不是說空白 其實空白就是雙引號 加一個空白再加後雙引號 也就是這個雙引號裡面 一定要放個空白的意思 ok特別注意喔 那你說new text要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怎麼敘述 沒有不是空喔 就是什麼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兩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所以兩個雙引號 在excel裡面 就表示清除的意思 清除文字喔 ok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兩個雙引號 然後就是中間沒放東西 意思是清除的意思 那這個敘述是把 只要是有空白 通通拿掉 ok 那這樣按確定 那底下這個 eastern number 是從哪個字開始 如果你不給他 這個參數 他要從頭開始的意思 ok 從頭開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中華民國裡面的空白全部都沒有了 向下填滿了 但是底下的I love you 有沒有 好像變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英文字跟字中間 一定要有空白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它是中文 就用這樣方式 應該中文是用subtitude 那如果是英文的話呢 那就用trim 所以接下來應該需要一個判斷 那個判斷的話 就是怎麼知道 你這個資料 是中文還是英文 有沒有 所以再來的話 那很麻煩 這個就要如何判斷 如果要判斷我想到的方法 應該最簡單 還是一樣文之類裡面的函數 就是靠內瑪的 內瑪 這個內瑪的話 比較麻煩 因為你們比較沒有那個概念 內瑪的話 因為最早美國人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只知道英文跟數字 還有符號 還有控制碼 沒了 他哪會知道多國語系 他根本不會管中文的問題 所以他在編那個內瑪 那個有個關鍵字叫ASCII 就是ASCII ASCII 那這個內瑪 你們不用記那麼多 反正你問Challib 他也會告訴你 那這個的話 就是0到 應該是127 因為從0開始 你說是不是128 沒有 因為從0開始 也就是說 如果他的編碼大於127的話 那他應該就是中文字 所以我們來用Core試試看 按確定 那你又把這個字中華民國給他之後 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是中文的話 他一定大於127 如果他是英文的話 那一定是小於127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 這個我希望能夠中文跟英文分開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加一個F 不過這個公式就會非常容易長 總共會需要四個函數 如果他的Core得到的結果 是小於127的話 那我就用Chin 反之的話呢 我用SubT 試試看 好